今天想來請教一下內加權跟外加權 內加權跟外加權 其實說因為我們一般人觀念 內加權跟外加權還要厲害 內加權高明 你替我們解釋一下內加權的高明在哪裡 說句實在話 我不是武術高手 我其實不懂什麼內加權跟外加權 我倒是想要知道一下 你覺得內加權是什麼 內加權我研究了 看了一下大概有幾兩兩三個特定 第一個是先天進跟後天 先天後天 第二個就是他算是以樓克剛 以樓克剛 再來就是他後發先制 後發先制 絕對不搶先手 不是強攻猛模 那廷尾 我還是真的不懂 先天進是什麼 先天進按照這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一般這種後天體格或肌肉練出來的 我們運用的都是肌肉 鍛鍊肌肉 速度 這種後天 他們希望用當前的一股真騎或是什麼 或先天帶來的力量 帶著你使用這個力氣 能夠找到這個天 先天所賜於我們的內在能量 讓他發揮出來的反虎歸真 反虎歸真 反若嬰兒之狀 能夠像道德經一般高尚 你聽得懂是什麼意思嗎 當然聽不懂 我也聽不懂 聽不懂我是高手 我講過我們不是高手 因為我不知道 這是需要不懂的 好 可是因為廷尾你也跟我討論很多 對 那我這樣子來講講看 所謂先天跟後天看你們能接受 怎麼說 所謂的後天呢 好比說反應速度 啾啾啾啾 好比說抗打 其實在聽起來 身體的基本素質 還有肌肉的這個鍛鍊 然後還有這個烤跳的高度 這種是所謂的後天看法 這也是像現代訓練的組織 那先天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這樣講 它是一個你自己股價穩定性 然後帶來的一個身體的力量流動現象 然後你能夠有效的控制它 進而穩定你的心智 進而強化你的這種協調性 甚至能夠讓你旁邊的其他的這種狀況 你掌握得更完整 能不能說是一種先天的狀態 就是說其實就是更了解 更能夠運用自己的身體 更了解的內在自我 內心 能夠內視 或者說我因為對自己更冷靜 更放鬆 流動更好 我對外在的掌控 不會受到那個影響 對對對 這樣子的講法你們能接受 這段我就聽得懂 OK好 那我先請各位觀眾 你能夠接受一下 我們不是武學高手 我們是龍外漢 所以當你當年那口真氣 是甚麼我不懂 你練不出來 對那口靜我練不出來 我不懂我不懂 好 所以如果你能夠接受 你聽下去 聽不懂的話 比個倒栽就可以走了 好 好 我們衝油量 我們衝油量 但他已經有油量 好 那我跟你講 打籃球 練拱骨 打籃球練嗎 你看 又打籃球 又打籃球 你看我的籃球先天靜 我們講投球 是 投球 因為你告訴我 你也是當過裁判 你有這個執照 你告訴我 這個投球的這個重點 在甚麼地方 投球的重點就是 你的力要從腳帶到手 而且你要打直線 他要有一個直線 他力要出去 要出去 如果我做對的時候 其實每次都很輕鬆 得你球的軌跡會是一樣的 軌跡很重要 會很定 而且就算是三分球 目前也不用太大力 對對對 好 那如果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謂 所謂屬於先天的部分 內在的冷靜 一些要放鬆 力量的流動連貫 那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後天啊 當然不是啊 為什麼呢 我每天都知道 我投球每球都中欸 我每球都中的都一樣 這種情況就是 你練習的時候 或是你成績比較低的時候 你當然每球都可以輕鬆 但是你一到比賽場 就像我們平常 三大三五打很輕鬆 真的是 班級飛的時候 你那個緊張感都好 身分都僵硬 只要打大場就不行 你沒打過對手 哇好多人 然後比你還壯 直接被干擾 你完全沒有辦法 按照你的流程 甚至我投球都被碰撞一下 不要隨便碰撞 你可能自己就 他都要出管 我就歪掉 所以顯然我就算是打籃球 我的架構掌控得很好 精神也能夠放出能力 可是我還是需要強壯的身體 有來快速的反應 籃球本身還是需要基本素質 所以我們不懂功夫 我們講打籃球 打籃球先天跟後天 顯然不可以偏背 兩個都要 兩個都要 好 那其他不提吧 我們再來講 這個內加拳跟威加拳 剛才評文你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後發先制 以柔可發 絕對不先手 絕對不強攻 舍己從人 好 那我們不懂功夫嘛 我們還是來講籃球 現在我是一個能夠過人快速過人 而且我投球也蠻有準度的對方得分助兵 你是防守幫 你要怎麼辦 首先我看你的很會過人 而且你的換用手是右手 對 我第一個想過多狗是限制你的右手 你要干擾我 好 二人你趕快看到我 幫我連累會用手 在你的 因為我限制你的右邊的話 實際上你只能夠做 我能夠做左邊切入 當然你可能會做投球或是傳球動作 對 或者我 對 所以我必備動作投球 我這邊限制你 我這邊要干擾你的 然後就動作 你要干擾我接下來的投球動作 好 逼迫你 你帶子差傳球 逼迫我只能傳 但這個時候你傳球很容易失誤 因為對你的隊伍 你沒看到你的傳球動作 沒有看到你正在包夾我 或你正在干擾我 是 好 那照這樣來看 平衛你是防守嗎 對 你是被動的那一方嗎 對 防守當然是進攻比較被動 就是被動的 防守比較被動 可是我覺得你剛很沒禮貌 你很輕略性 你那個防守很輕略性 防守很輕略性 對呀 你不准我這樣 又不准我那樣 直准我這樣 防守就是這樣 限制你的優點 哦 對 所以 那你到底是攻擊方還是防守方 防守方啊 這是我的防守的策略 那你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 被動啊 因為我限制你 我還是跟你在出手啊 可是我都在做動作 你害得我只能做這件事情 我了解你的意思 就是說我的行為 戰術上雖然是被動 但是我戰略思考是主動的 我其實你是主動 我限制你 對不對 所以主動跟被動 好像不能那麼無斷的定義 對 不能用先出手後出手 就能夠定義 對 好 那我們再來講 籃板球 籃板球 籃板球要吃幾分 籃板球 按照安西教練講法是要四分 對 安西教練說四分 呵呵呵呵 好 那 不對啊 籃板球不是在防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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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板球是在防守的不錯 對 可是他隱含的意義 確實是一個他四分的慣例就是要把他進攻機會 對 所以這是一個潛在機會 對 所以照這樣來看 對於這個主動被動進攻防守 其實在至少在籃球這個運動裡面 它是 整合的 它是一個一體兩面 你不能夠說我只有這邊沒有那邊 對 那也就是說 就像村子兵法裡面講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但是我只要藏在九地之下 我不發一泡一彈 我就能贏了嗎 當然不是啊 我也把你圍死 所以就算我今天善守者 我的公母還是要有準度 我的兵員還是要有足夠的刺氣 我還是要有客人的慾望 看到該有的時候 我要出出城門去幹掉他 對 突起的事情 估計還是善攻者 熬於九天之上 那我是不是只需要往槍一直攻擊 我到處打位不用管 沒有啦 這種很多都會切斷的不急啊 會犯家 這個三國之打國就知道 所以顯然 我不能只有攻只有守 也不能只管先攻或後攻 這種事情 對 那如果照這樣來看 所謂內加權外加權的那些定義 傻傻的 我不懂 因為我不是 但是我只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內加權的名詞哪裡來的 我找了這個 看那個意思 明末的大如黃中西 明末大如黃中西講這件事情 是 我了解 大如講的話 我們怎麼能夠反國 就像諾貝爾話學院合組 幫我們決定校改 嗯 棒 讚 謝謝 謝謝